回到职场交路之有问必答的环节 坐我身边的嘉宾依然有Rafi为大家解答问题 早晨Rafi 早晨 大家有任何疑问想问Rafi都欢迎继续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传电邮给我们 电邮地址是askfbschannel.com 这次回到Rafi也想说回 刚才黄小姐问我一些问题 就是关于200-200恒生H股ETF的问题 刚才是时间问题了 没有详细解答 现在不如再解答多次 它是未有买入这一只股份 如果要买入的话 价位应该在哪里呢 如果从这一只来说 刚才都说HOLD 去到挽回 正正因为这只要追踪整个国企指数 国企也好或者恒指也好 现阶段试放都不是太明朗的时候 的确200-200恒都有机会继续往下试 所以正正来说 都会叫HOLD 去买回 如果真的想买的时候 HOLD 有什么价位 因为整个走势来看 今天的确是叫可能差一点 现阶段来说 慢慢下来之后 想尝试补回上升利口之余 亦都今天要试一条50天线 未来也有机会看看穿不穿 我觉得如果穿得的时候 有条件 如果当时不是太稳固的时候 可能会试回大概95元这边的位置 除了考虑的时候 我会建议到95元这位置才考虑 做回想买这些追踪指数的股份 叫做比较中线小池有先 95元上了车的时候 中线来说 我觉得先看回大概105元 但顺利来说 如果他继续往下试 穿得大概这个位置 大概92-3元这位置 我觉得先行 可能做回指示尼长会好一点 好 谢谢Rafi 要多谢王小姐的电话 接着我们又听听另外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这里是有一位家庭观众的 你好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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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个星期买了兴周18元4号4号 买了两勺 我都没得了两勺 现在好吗 要不需要紫线 还是要转马 要银河 好不好呢 是不是1171了 是不是1171 因为我这些全部都是现金的 只得了两勺银河 所以不需要紫线 或者他再买银河又行不行 银河 是不是 好 先看看银河煤171 看现价 暂时来说是跟随大市跌下来的 跌幅是超过2% 做17.12元 今天是低见17.06元 这一只来说怎么看 如果整个走势上看 的确银河煤方面 真的稍微转差一点 的确上个星期买 可能也稍微在近期里较高一点 现间段来说 叫做穿上所有平坑线之外 也穿上之前的11月底的低位 大概是17.28元 现在来说刚刚叫穿了一些 现在是17.2元 你说今天来说现在走不走的话 可以先看看下午 下午来说 有没有机会 叫回到17.28元 如果可以的话 也不至于确定这个位置失手 甚至可能明天来说 如果你在外围方面靠稳 令港股带起来的时候 有机会回到上去 未必会这么急去指示住 但相对说 如果今天下午都看到个小型 越走越差 甚至这个低位17.268元 都穿了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来说 真是先人走会好一点 先拿回钱出来 因为现阶段来说 英州煤整个走势好 或者实质基本面上都好 始终受经济影响性 或者波动比较大 一向的资源股都是 所以都在怕 这几天要穿得到这些位置的时候 有机会再试 我觉得有机会试回16元 所以如果今天来说 收市前未能够回到17.28元 我建议可以先行徒映出来才会好一点 范小姐刚刚说到 或者是想换马去银河娱乐 27号 看回这一只来说 其实见到一些大行 都说都算挺看好 就是下一年的澳门博彩收入 这一只来说 你又看不看好 如果真的 好似大家那样说 例如下年方面 叫做看好澳门博彩收入 或者自己方面 是不是太太太差 但始终对那点 我觉得增长动力 未必有今年那么强 因为始终对随着 基数变大之下 或者整个环球经济 这样的放弯性 都会拖累到相关澳门博彩收入 所以都在担心 这一方面能够延续到 但如果真的 当然了 整个板块 虽然整个行业未至于看得太乐观 但是个别股份来说 真的要选择一只 一定在银行方面 稍为有个选先 而且走势上来说 的确都叫做 我觉得这只可以叫做 尝试短线来说 暴走一阵 因为始终来说 都见到 不断有个收窄意味的 甚至如现在来说 刚刚在试上升通道的底部 所以某材上 如果你真的考虑的时候 可以去到互买这一只 但这一只都是以短线操作先 如果这些位置上车的时候 我觉得是看有没有机会先试 大概16元那些位置 相对来说 反复下来 我会觉得穿13.5元这些位置 先行做指示离场 相对短炒来说 这只现在来说 直博过117的演奏梅 好 谢谢Rafi 我们又多谢范小姐的电话 跟着又听听 另外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这里是有一位陈生的 早晨陈生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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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这只股短线有没有炒 因为见一只内人股都跌了 它就升了 那你是不是想问 陈生为什么你想买入这只呢 我想看看 是否见其他内人股都跌 这只是不是有什么利好 可以断线有没有炒 好 帮你看看 民生银行 看到他今天表现 好像陈生所说的 是有点升幅的 他暂时说是少于1% 正在做6.67 见到他今天算是做得有点升幅 相比起其他的内人股 这只来说是否又真是 好像陈生所说 是被提高线 在内人之内 如果你说真的 的确 你都会见到 这一阵来说 是在民行方面 好像教其他内人股来说 稍为叫强些 或者其他来说 现在都开始少少调整 但这只来说 依然都叫走上 的确来说 这个 看过去这一段时间 这只为之强些 但正正在这一点 亦都担心未来能够延续 因为很多时来说 假设 如果真的大家都 整个内人板块 都是这么多资金去炒 如果真的当会有轮流炒意味 反而另外当那几只 下来之后 大家可能觉得那几只吸引 或者稍微纯定的时候 资金会去那几只炒上 令到这只有个流出的情况 反而可能令到到时 民行是跟回跌 只不过现在未反映 所以这方面 的确有点 自己来说 都有些隱优性 甚至我认为 如果真的选择多人 怎样都好 我都会建议 选择大小小小 或者国有 即那几只来说 建行这几只 相对我都会留意 少少少会好些 始终基本上 都是那几只 资产失数上也好 或者所有的比率上 都是较民行为之好些 只不过这一阵 刚好民行走势比较强少少少 但我觉得某场上 我都在害怕 正确实说 有机会跟回地势出现 所以如果有考虑的时候 我几建议 如果反而可以留下 留下几只会好 比考虑民行 好 谢谢Rafi 陈先生有没有其他问题 想问 如果大的来营股 例如288龙行 这只 如果探求可以 都是短线的 是短线的 这一只来说 Rafi 见到 今天的表现也不是那么好 内地的市场也跌了下来 跌幅是超过3% 这只来说 内人股可不可以买入短期 短线来说 农行方面 我都觉得可以调直博 正如刚才所说 如果真的要选内人版 一定是选四大个银行 以农行来说 增长动力就为之最强 某场上这一点 可能正确令股价 有机会来跑尝原因 而且短线来说 如果是短筹角度 因为之前不断的 建议投资者来说 现阶段买内人 都以短筹角度为最好 因为短线来说 都有机会乘回 有机会继续调低传准率 又好 或者继续放宽人间 都好 全部都要利好相关金融股价 有机会插回一阵 只不过中场 省点看 依然都未敢太过乐观 始终都是那几点不良的态度等因素 暂时短线来说 我觉得真的问题不大 虽然你说 农行方面 尼莎说到的 叫做今日结了下来 但走势来说 我都未至于太差 反而来说 其实仍然要咬着50天线流上 所以短线来说 我觉得在大概20天线 即是现阶段这些位置上车 其实都可以叫它直驳 只要短线一定要订指示位置 短线来说 如果穿得下去 穿回50天线 大概3.2这些位置 先行指示离场 其实我觉得风险不太大 反而来说 如果50天线守得稳 而当慢慢上回来 有机会突破下降通道的顶部 我觉得可以先看回大概3.8天 所以这只是时间性的问题 只要反复不穿50天线 我觉得真的可以 现阶段可以叫直播 调文康位置高一点 谢谢Rafi 多谢陈生的电话 希望下次有机会 可以再跟你谈过 我们这一节时间又差不多 待会回来 依然又要求财经台的问答环节 欢迎家庭观众 有任何股票问题 可以继续打电话给我们 电话号码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传电邮给我们 电邮地址是askfbschannel.com 要申报Rafi 刚才说过股份 有没有持有道 没有 谢谢Rafi 我们节目完结之前 跟大家跟进一下市况 见到内地三大指数 今天都在跌 上证综合指数 跌27点 做2264点 护心300 跌30点 做2447点 而深淨城市方面 最新跌93点 做9282点 有时待会见 也 有时待会见